破坏了侯母相处 破坏了平等对待 这个说法人家容易听得进去 容易的 破坏了自然的生态 那么他的结果必然是天灾人祸 所以和平是一切众生的期望 但是和平永远不会陷阱 原因在那里呢 原因是我们念念都在破坏 破坏和平 哪里会有和平落实 这个道理要懂 那要怎样 化解冲突 真正需求和平能够落实 我提出的这个建议 从本身做起 内心里面做一个转变 那就是念念别人都是对的 我是错的 别人错了也是对的 我对了也是错的 佛法的修学 从凡夫地到如来的果地 没有别的 修忏悔法了 八万四千发门 门门都是参悔法 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呢 你没成佛就是错的 成佛之后还是错的 为什么呢 那一切众生没成佛 什么时候 一切众生都成佛了 你才说 我对了 众生还没成佛 你成佛了不行 所以菩萨成佛之后 普度众生 应一什么身得度 就实现什么身 从来没有修习过 真的是做到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守者相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守者见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什么地方有云 就在那里实现 应以什么身得度 就像什么身 没有一定的身相 没有一定的说法